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,这路线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各有重点。 概括地说,丝绸之路可以分为绿洲之路、草原之路、海上之路和西南高山之路。 绿洲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,从南北两个方向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中亚, 并从中亚到达南亚、西亚、波斯湾、非洲和欧洲的道路。 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指这条绿洲之路,它有南道和北道之分,即以楼兰为枢纽。 从楼兰到今天的铁末、河田、喀什,存在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南的道路就是南道, 从楼兰到今天的库车、阿克苏、喀什,存在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北的道路就是北道。 西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主要以这两条路线最发达,东汉时期开批了从敦煌到哈密再到吐鲁番, 然后南越天山到达燕齐进入北道的新路线,使人们可以避开路途艰难的亚丹地貌, 从而使得这条新路线日益发达起来。 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指从蒙古高原的草原地带,西向进入天山北路,到达伊犁河谷, 进入中亚岁叶再到其他地区的路线,这条路线可以从中原进入, 也可以从甘肃张耶地区或新疆的吐鲁番越过天山而进入。 游牧民族对这条路线的开发和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在河西走廊中断的时候,例如唐朝后期,吐蕃占据河西走廊,中原与西域, 中亚的交通路线就主要靠北部的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衔接, 以云南大理为中心,向西南进入印度的贸易路线,称为西南丝绸之路。 通往东南亚或通过西藏进入印度的交通路线,有时也被纳入西南丝绸之路的范围。 汉朝张谦出使西域,在大厦发现了来自印度的四川竹杖, 因而估计从四川到印度应该有路相通。 这个观点促使汉武帝积极开踏西南之路,但中一西南地区民族关系复杂,未能成功。 未进南北朝时期,商人和僧侣都有利用这条路线前往印度。 经过中国南方各个港口如广州、泉州等乘船西行到达东南亚、印度,甚至更远地区, 这个路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。 同陆地的交通一样,航海的路线也是由近极远的。 随着技术进步和积累航海经验,海上航程亦不断伸延。 未进南北朝时期,中国与印度地区之间的航海已经很发达。 佛教僧人发现到印度取经,就是由陆路去而由海陆返回的。 航潮时,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贸易发达,而许多僧人也是通过海陆往返中国与印度之间。 原潮时造船技术和罗盘导航技术已相当进步,可以满足远航的需要。 意大利人马可贝罗便是通过传统丝绸之路来到中国,却以海陆返回意大利。 明朝时海上丝绸之路更进一步发展,以致有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西行,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之创举。